让我们关心这里的新闻 关心这里的资讯 天气方面是十分的湿热 那么在休斯顿地区 最高气温接近华氏100度 炎热指数已经到了华氏107度 而如果是往西北处走 一直到College Station或是Brandham的话 那可是真正的最高气温 已经高达华氏107度了 那么今天下雨的机会不多 只有20% 但是由于湿度比较高 所以说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那么在下雨的机会 导致会增加于下个星期 气象局表示呢 届时这一个湿度将会明显的增加 可能会回复到华氏90多度的高温 然后下午有下雨的可能 好那么来关心一下 现在小儿麻痹又出现在 这个美国的领土上了 在纽约的Bronx 已经发现了有一个案例 那么小儿麻痹呢 其实已经在美国杜绝了好几十年 因为现在出生的孩子 都有打小儿麻痹针 那么到底现在小儿麻痹再度卷土重来 那么是否大家要再度的追打疫苗呢 那么医生医学专家表示 如果您的年纪是成人30岁到40岁的话 跟您的医生商讨 或许需要追加疫苗 那么小儿麻痹现在目前在美国 好像只有一两人感染 小儿麻痹的传染途径是经由食物和粪便传染 好那么来看一下 这是发生在昨天 警方表示有三名teenager被子弹射击 那么其中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另外一名轻伤 而知道涉及的两人跟这三名teenager都是熟识 只是现在在逃 警方正在检查他们的录像机或是录影 希望能够早日得到更多的讯息逮捕这开枪的两人 好再来看一下 昨天警方表示有一名63岁专门送domino pizza的deliverer 那么这名女子呢 她接到deliver order去deliver pizza的时候 发现其实是一个可能是假冒的讯息 结果当她正在敲门不得回应的时候呢 被另外两名teenager女子攻击 并且抢了她手中车子的钥匙 将她的Toyota Corolla给开走了 那么警方现在还没有任何新的线索 不过受害者的女儿表示呢 当时在这个公寓的外面有摄像头 希望警方赶快来检视这些录影机的这个摄像头 能够早日的逮捕这两名恶徒 好那么马上HISD要开始他们准备学校开学之前两周老师回到学校 接受这个在职训练的时期 而现在发现在HISD呢 仍然是有数百名老师的空缺 所以在HISD甚至在德州许多的学区 都是面临同样的缺老师的窘境 那么学生们再度回到学校 可能一些孩子们会觉得不晓得是否今年会不会没有老师的情况 来教他们上课 那么在去年根据教师联盟表示呢 在HISD有12%的老师离开了他们教务的职位 那么离开的原因不外乎是四个 第一个是poor pay就是薪水太低 再来就是学校常常让老师overwork就是做不完的事情 还有老师们会担心学校的安全 所以总之就是对工作的满意度呢是非常的低 现在HISD即将要开始做老师的训练 尤其这是应该是新老师的训练 有数百名新的老师也要重新上任 就是要到HISD服务 那么希望这些新老师呢 能够稍微解决一下HISD闹老师慌的程度 好再来看一下这是发生在休士顿北边ranking的地方 警方表示一名25岁的男子 醉酒回家之后呢和姐姐起了冲突 结果就拿尖刀跟家人互砍 那么当警方到达的时候呢 家人都受了刀伤 不过好在没有人死亡 现在这名男子以三项罪名起诉 根据警方表示他是有犯罪前科 而且目前正是在保释期间 那么在星期五凌晨2点 在要逮捕这一个carjacker和抢犯的时候呢 在民宅的后面被这名20多岁的黑人男子开枪射击 一枪打中他的脸部 一枪打中他的脚部 不过好在虽然伤势危急严重 医生表示目前没有生命的危险 而且这个女警呢 应该是情况已经稳定了下来 而这一个嫌犯呢 后来在开枪之后徒步逃跑 而警方要将其逮捕的时候 又向其他警察开枪 最后警察开枪将她击毙 好那么在7月3号的时候 那么这名年仅五岁的小女孩在车上 结果被不知名的这个嫌犯 开着另外一部车子朝内射击 结果造成她头部中弹不幸身亡 那么在昨天她的家人为她举行了 Fundraiser 希望能够有足够的这个金钱 帮助小女孩进行葬礼 其实小女孩在已经下葬了 不过呢 现在家人还在做这个Fundraising 也希望能够要求大众帮忙 这个家庭度过难关 早日找到这个行凶的恶徒 而Crime Stopper也释出两万五千元的奖金 好最后和听众朋友们播报的是 在德州的中部有三名幼童失踪 因此或许您的电话昨天有收到这个 Amber Alert 那么这三名幼童呢 是被这名女子不晓得是否是他们的母亲给带走 叫Christine Whitehead 那么她所开的是一部Pickup卡车 她的车牌号码是 GJZ8544 那么要求德州的民众能够协助警方 尽快将这三名幼童平安的归来 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德州 以及 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一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